燕子 燕子 强子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怎么样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 不是 怎么成是个男孩呢 强子 你这什么态度啊 这别人做梦都想要的儿子 这我生的男孩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呢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 要是生个男孩你就别给我打电话 你让我回来干什么 你发什么疯啊 男孩怎么了 男孩就不是你的孩子了 是我的孩子 但是我不想要 赶紧给我送人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这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孩子你要送人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这个孩子赶紧给我送人 你要是不送人的话 这个家我就不回来了 你干嘛呀强子 你别走 强子 这一看回来怎么又走呢 妈 你听强子说的是什么话 哎 听说我生的是个男孩 这样走呢 还说把孩子给送人 强子 你怎么回事呀 跟我说清楚 这我闺女生的男孩 你不应该高兴吗 怎么能说把孩子送人呢 我高兴什么呀 妈 要男孩一点用都没有 赶紧给我送人 这孩子不能要 强子 你太过分了 你说人家有个男孩呀 人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可告诉你了 这我闺女啊 受了那么大的罪 把孩子送下来了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我饶不了你 妈 你还是好好问问彦子吧 反正啊 这事我不想说 彦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你告诉妈 妈 我也不知道她出的哪门子的疯啊 闺女 你别难过 这件事情啊 妈给你做主 强子 这燕子都不知道 鬼魂合适 你跟妈说清楚 妈 你让我怎么说呀 燕子是在装糊涂 你让燕子自己说吧 那你不说 燕子也不说 我对不知道 谁对谁错呀 这说出来 把屋给解开不就行了吗 那是误会吗 那是燕子做的太过分了 行 既然燕子不说是吧 妈 那我就好好跟你说说 尊宝 你这次过来什么事啊 哥 我这次找你确实有事 这咱妈生病了 生病了 是啊 现在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 我这手里钱不够 我想找你借点 需要多少钱 医生说需要十万块钱 我现在手里只有三万 还上七万是吧 燕子 你还坐着干什么呀 这我妈还在医院急着做手术呢 赶紧去拿钱呀 拿什么钱 咱家哪有钱呀 再说你妈都那么大岁数了 这生死啊 自有定数 看什么看呀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 那可是我妈 是你妈又如何 我说的是实话 你有多少钱呀 勾她糟蹋她的 我每个月发的工资 不都交不到你手里的吗 那我们不需要吃 不需要喝啊 钱给她了 我们喝西北风吧 哥 嫂子 你们别吵了 那个 这个钱 我在想别的办法 你就不该来 那行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俊宝 你等着我一会儿过去啊 过去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敢拿一分钱给你妈 这日子咱俩别过了 天哪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可是我妈 妈 你好好说 这要儿子有什么用啊 我连自己的亲生母亲病了 我连支配钱都拿不出来 燕子 这墙子说的 我也都知道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你婆婆生命了 你怎么能做出 那样的事情呢 妈 我那时候不是想着 她反正年纪都大了 再花再多的钱 估计也治不好了 那不是浪费钱吗 你够了 燕子 你怎么想的呀 婆婆也是妈呀 这你婆婆对你多好呀 这她老了 她生病了 你就不愿意出钱 你就不给她看病了 那如果 要让我老了 生病了 你会不会 管妈呀 妈 她肯定会管你 你们家不管大人小事 燕子都会管的 我还记得上次 姐夫 在家呢 嗯 珊珊来了 哎 那个 珊珊 你今天让我看内量车 不错 要我说就提内量 是啊 我也挺喜欢 这个颜色 是我最喜欢的 你们说什么呢 什么车呀 哦 这珊珊 想提量车呢 哦 是吗 这是好事啊 对了 那个 你钱够吗 不够 我手里啊 还差个七八万呢 要不 姐你先借我点 哎呀 钱的事你就放心 我给你拿十万 啊 行 姐 还是你丢的好 燕子 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啊 怎么没有了 这钱是我存的 有多少钱 我还不知道呀 你就别管了 那个 我给你多拿一些 你回头还要交保险 加油什么的 行 不是 燕子 珊珊 你买的是多少钱的车 怎么还差这么多钱啊 哎呀 姐夫 我这 也没买 很贵的车 就买了个十几万的车 我手里啊 也就几万块钱 这十几万的车还好呀 我那朋友啊 人家都是开二十万的车呢 那现在车不是都可以分期付款吗 分什么期啊 他又没有工作 拿什么还 再说了 珊珊现在买车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只有买了车 这出去找工作才好找 将来还能找一个有钱的对象 你说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能行呢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别操心了 珊珊 那个钱啊 我一会儿就给你拿 咱们抓紧时间 把那辆车给提回来 行 姐 这车买来了 我带你去东方 那是必须的 那咱们走 我去给你拿钱 这珊珊也没有这么工作 燕子一下子给他拿十万让他买车 是 头上都是两个人的家庭 但是燕子对他们的态度 却坚然不同 妈 你说 她的亲人是亲人 我的亲人就不是亲人了吗 我爸妈辛辛苦 把我养得这么大 供我读书上大学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我妈生病了 我这个当儿子的 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你说叫儿子有什么用 她以后长大了 那我们俩怎么办 强子 你别生气了 这事情啊 我都知道了 对不起 这不是我都说 我们把燕子教育好 燕子 这是强子说的 你都听到了吧 你自己做的是什么事情 这以前啊 我是怎么教育你的 到你的婆家 要知道 孝敬公婆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以后 让我有什么脸面 去见强子的父母 我这老脸呀 都被你给丢尽了 燕子呀燕子 你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真让妈太失望了 这强子她爸妈 把强子拉扯大 她容易吗 这为你们结婚 生孩子 她付属多少呀 你那样对她们样的 这强子 能够创新吗 如果强子 也这样对我 你心里会是什么 似味 如果你的弟 也这样对我 你心里会高听吗 这做事情啊 要将心比心 要发挥思考 燕子呀 这百善孝伟先 这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你这么大了 难道你不懂吗 妈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那样对强子的父母 我以后不会了 你知道错了 你不应该给我道歉 你应该给强子道歉 你应该给强子的爸妈道歉 如果他们都原谅你的话 这个事情啊 也就算过去了 如果他们不原谅你 我现在就告诉你燕子 抽紧以后 我也不是你妈 你也不是我闺女 妈 别呀 强子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爸妈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这 等我出了月子以后 我就把爸妈接过来 然后再给他们请个保姆 跟咱们一起住 我们好好孝顺他 燕子 你说的都是真心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以前是我做的不懂事 我不应该那样做 我妈说的对 是咱们也有孩子 我今天怎样对你的父母 这孩子以后 就会怎样对咱们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行 燕子 我不要求别的 我只要要求 咱们这一家人 和和睦睦的 把双方的父母照顾好 比什么都好 既然你知道错了 我就再给你的机会 如果以后 你对我父母不好的话 那我看咱们这个日子 也别过了 乔子 我保证会好好孝顺他们的 乔子 这次啊燕子 听他知道错了 这你刚回来 看看孩子吧 我去 给你没做点饭吃 行 麻烦你了吗 不麻烦 乔子 你赶紧抱我她 你看她长得多像你 我条件你 我红枉 你 我 你